我们常常在形容说 台湾有2300万人 2300万人 但是更精准的是 内政部最新的统计 到目前为止 全台湾人数是2326万人 连续三年 人口是负成长的 尤其出生的人数 远远不及死亡的人数 所以有人形容 他叫做生不如死 接下来可能造成 哪一些的危机 目到我们要紧您上台来了 到底现在我们说生不如死 情况有多严重呢 是我想最主要最主要 严重的不但不是 就是短期的现象 因为大家关心的是 一个比较长期的趋势 那比较关心的长期 其实你就发现 如果假设这个 比如说危机 这个减少了人数 越来越多的时候 那你光第一时间想到 就是什么 未来我们的这些产业 要去哪里找人 所以我觉得这个是 当前大家看到 这件事情上面 最担心的一件事情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说 那到底这些所谓 生不如死的状况 到底是怎么样 我们光是从去年 最新的数据来看 去年出生13.9万人 就刚刚筑法前面讲的 这是13个新低 最低的少于14万的 有史以来出生人数最少的 最少的一年 有史以来 台湾有史以来 然后另外一个死亡 大概27点 20.7万人 所以扣掉完之后 你就发现到 减少了6.8万人 那意思说减少6.8万人 代表什么 你整体的人口 基本上就少掉6.8万人 OK 那这个是国发会 最新做的一个统计的 一个报告 在二月更新的 他估计什么 207年预估 现在是减少6.8万人 那未来的207年的时候 基本上会减少23.3万人 OK 所以他其实只是在讲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什么样的概念 他跟你讲人口的负成长 这看起来 已经是一个长期的趋势 回不去了 回不去了 你直接来看一下 所以他用一个简单的图表 跟你讲 我们再看两个一个 应该说两条 一个两个指标 一个叫什么 粗的出生率 一个叫做粗的死亡率 简单来讲 这个其实就跟出生人数 跟死亡人数的概念很像 只是他什么 他用这种平均的 除上总人口的概念来表示 你发现到我们出出生率 这一个在1980年的时候 基本上那时候怎么样 他是高达2.34这么多 基本上他一路的 但是在高达这么高 他接下来一路的往下走 往下走 走到这边的时候 预估到207年 大概只剩0.48 所以死亡交叉是在这边 对在2020年那时候 就已经发生了 其实这样讲好了 人口的 应该说人口的负成长 这个已经是连续三年的事情 它不是在去年才发生 是从2019年就开始发生了 所以说 你应该说2020年开始发生 所以你其实发现说 当这个死亡交叉已经发生出现的时候 这个越来 接下来就越来越扩大 所以人口自然减少的过程中 它自然而然就会带给产业 带给经济 一些很不好的一个影响 那到底会有什么不好的影响 我们可以直接来看下一张 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常讲的就是人口红利 人口红利这种概念 简单来讲就是什么 人口就是所有这些生产最主要的一个什么要素之一 我投入人之外 我还要投入这些资本 如果我只有资本 我没有人 基本上我没办法去 cover这样的一个生产的一个力量出来 所以我说人口红利正在消失 最主要就是什么 我们刚刚讲这些人口负成长的趋势 主要都是什么 减少的都是什么 这些青壮年跟幼年 你把它数据抓出来看 你发现到什么 15到64岁 这个其实就是我们的工作年龄 工作年龄的人口 它基本上总共会减少多少 860万人 那如果是14岁以下的 这些新生儿 基本上会减少143万人 这两个加起来 基本上就是大概1000多万人 所以我说你其实从到2070年 这样的一个趋势看起来 减少的都是一些 在整个产业结构里面 最重要的这些劳动力的一个组成 那增加了其实有增加 65岁以上的人 变多了增加300万人 但问题这些人 就是没有办法到这些人力市场来 有一些产出 对 没错 所以我们直接来看你下面这张图 你可以看到我们其实台湾在过去 这个人口红利其实还蛮好的 是什么 在过去你发现我们在进行起飞的 这个阶段 从1990年到2027年这一段期间 基本上这种15岁到64岁以上的 这些工作年龄人口 都在67%以上 那为什么要把这个67%定义成人口红利 其实很简单 它其实就是什么 人口红利在形容就是说 如果今天我假设这个工作人口 基本上如果大于整体设备三分之二 这大概就是全世界一个通用的一个准则 大于三分之二代表什么 我现在生产是相对有活力的 是更有这些什么 劳动力去支持你的经济成长 所以这个叫人口红利 但是他跟你讲警告是什么 未来的五年后 今年是2023年到2027年的时候 这个人口红利基本上就会消失 因为什么 那时候他就会掉到67%以下 而且怎么样 逐年走低 逐年走低 所以我说这个其实伤害很大 我说伤害很大你发现到什么 我们来看一下影响成本 不只劳动力短缺 因为劳动力短缺你找不到人 除了这些所谓的你除了要调 我们刚才前面前面有讲到 除了要拉高薪资去找人之外 很重要是什么 我可能连生产的能力都没有 这是劳动力的问题 当你劳动力没有找不到人的时候 你对你的GDP 对你的经济的伤害就出来了 我的经济基本上动脸就萎缩了 更重要是什么 你没有GDP 相对来讲你的税收 收不到 也减少了嘛 对啊 因为税收主要两个块 一个是企业的盈利事业所得 一个是所谓的个人的中二所得 如果假设你这个人口减少 你的个人中二所得减少 那你企业相对来讲 找不到劳动力的时候 你企业的盈利所得也会跟着减少 所以对税收影响也会很大 更不要讲你的社会福利支出 会变很大 因为你没有钱做社会福利啊 对 而且除了没有钱做福利啊 所以你税收减少的时候 你发现到什么 你的65岁人口来增加 你的老年能钱 负担会越来越重 负担会越来越重 所以我说它影响层面 不只有经济 还涵盖了社会 甚至涵盖了整个这一些财政 甚至这一些相关的这一些福利支出的结构 所以我认为 其实为什么大家一直在讲 这种台湾的现在新生的很少 那种老龄化现象越来越重 其实可能会伤及国本 这是最主要的一个概念 OK好 所以它牵一反而动全身 没有劳动力 影响到我们的经济成长率 影响税收 这可能是一个国安危机 好 接下来首当其冲的 可能会哪一些产业 是 那当然我们就会去看一下说 如果这个人口负成长真的 趋势已经形成的时候 我们担心的是什么 我觉得服务业是最需要担心的 为什么说服务业是最需要 因为相对于制造业来讲 它其实是最需要人力 所以它冲击会比较大 OK 为什么它最需要人力 因为我们都知道 你这些手摇引的饮料店 我今天真的靠机器去摇 没办法 你要人去摇 或者是你今天相关的这些旅宿 或是这些的管理 即使你发到原些旅宿 可能已经慢慢走向无人管理 但是老实说真的 你那个走到那一步 真的完全 但整个无人管理的时候 我觉得那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要等 所以我说它基本上服务业 比较没办法抛开人力 这样的一个需求 更不要讲 这些像旅宿 残允或是观光 它的从业也大部分有什么 它其实都现在的趋势 都是以年轻为主 也就是我们那个gap最大的 就是最缺的那一群人 对 而且你看现在少子化的问题 你说真的这个年轻人 说真的未来越来越难找 所以我说认为服务业 大概是这里面相对来讲 冲击可能是最大的 那当然另外一个 我讲相对服务业来讲 制造影响可能比较小 为什么影响比较小 因为它有一些什么 因为现在其实知道 很多都在做机器人 自动化 或者是像AI的概念 智能或这种电动车 我也不需要人驾驶 或是像什么 这些相关的无人工产 它其实虽然影响比较少 但是我要讲 这是个别 某一些的制造个别产业 但问题是什么 整体的这一些 相关的人减少的时候 你的技术人产 也有可能面临断层的危机 因为什么 因为当我今天 我人越来越少的时候 我出生的这一些 相关的这些婴儿 越来越少的时候 你发现到什么 我要投入这些相关的 技术人力的培养 它相对就没有来源 所以我觉得 这个人产断层危机也会存在 所以其实不管服务业制造都会冲击 但是相对来讲 虽然制造影响小 但也不能忽视这种 整体能力的这一些 那个资源的一个减少 以后没有人做这些工作 搞不好以后有一些工作会消失 因为没有人做了 对没错 OK好 所以这件事情很重要 它可能会是国安危机 现在我们正在做什么 或可以怎么做 是 那当然政府 其实也有看到这件事情 不是没有看到 只是当然在这边 也可能要呼吁一下 虽然有在做 但我觉得还是要稍微怎么样 还是稍微加把劲 甚至再把这些活种点得更热一点 你去看一下 所以我分三种面向 你当然如果这源头是刚刚我们讲的 人口负成长 当然第一个就是因为什么 少子化的问题 第二个是因为什么 高龄化的问题 人越来越老 第三个就是什么 移民政策的问题 移民政策意思就是什么 没有新的人进来 如果假设有越来越多人进来的时候 你其实人口负成长这样的趋势 其实就可以减缓 所以我说 针对这三个源头 当然就可以去找出一些解翻 各一怎么解 对 比如说像少子化的部分 你当然就是政府的部分 这其实政府已经都在做了 讲一生育嘛 比如说现在一胎 甚至连第三胎还加码 可能像台北市 可能原本是两万块 可能生育可能加码要三万四万 类似之类的 或者是什么 你降低这些育儿负担 那家庭愿意去什么 我去生小孩 因为现在年轻人最怕 就是养不起小孩 对我其实生下来 我可能养不起 我们把这个寄望交给世新 世新是我们现场 唯一的黄金单身汉 所以接下来我们生小孩 因为我已经收工了 所以就靠你了 好所以奖励生育 然后降低育儿的负担 对所以基本上我就说了 你基本上政府可以思考 就是再继续大幅 大幅这种育儿进退 那当然托育的补助 这些友善环境 我也觉得持续可以继续做 OK 让有一个这样的环境 让大家愿意去生小孩 去养小孩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 针对少子化解决问题的一个方向 那另外一个 针对高龄化的部分 当然就是什么 协助一些中高龄人口二度就业 日本现在在做这件事情 对没错 但是台湾说真的 这一方面也不是说没有做 但是但是目前看起来 其实那个步调 并没有很积极在进行 那当然我觉得 因为产业结构不太一样 怎么做 基本上提供资讯补助 就是可能我觉得 有一些是中年失业 你也知道 其实我们都知道 中年失业之后要转业 有难度 因为你已经很习惯 某一个地方 或是某一个产业的 这样的一个技术 突然间要你换到 另外一个地方很难 所以他当然需要政府 去帮他做一些调整 这个职讯补助 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 甚至现在其实很多国家 都在讨论 要不要延长退休年龄 尤其像欧洲 他们已经在讨论说 要不要把原本65岁 拉高到70岁 因为其实我们都知道 这种医疗环境变好 健康环境变好 其实人到70岁 还很有活力 对 还很有活力 所以当然这都是 可以考虑的一个面向 所以我说针对高龄化 大概这是一个反应 那当然针对移民政策 我觉得最重要的是什么 针对现在一些的移民 规定跟门槛去犯狂 比如说什么 一些所谓的外国的 专业技术人才 那当然这些外国 我们过去大概有一些 所谓的就业金卡 但老实说 就业金卡其实来申请的人 说真的跟他预期的 还是有一段落差 那当然就要去检讨 里面到底出了哪些问题 出了哪些状况 我觉得这需要两口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什么 我们过去台湾很多大学 其实很多什么 都有这些所谓的外籍生 对 那怎么样去让这些外籍生 念完书之后留下来 对 愿意留下来 这些其实都是 甚至拿到台湾的这些 国籍甚至护照 这些其实都是未来 可以让整个台湾的这些 人口负成长 可以稍微不要那么 趋势那么快的一个 最终的一个方向 是好 谢谢梦道请回座了 现在原来身不如死的状况 这么的严重 再接下来可能会冲击到的 就是劳动市场 首当其冲来自于一些服务业 有没有解 有 但是难解 但是这三个方法 是梦道提供给现在的相关单位 尤其主管机关 怎么样能够补足我们身不如死危机 当务之急可以怎么做 提供给主管机关做参考 好 今天的压轴好戏 我们要交给林中 因为油价 高盛说会到105块钱 武德说接下来会跌到50块钱 这其中一多一空 有没有指标可以判断呢 休息一下 压轴好戏交给林中